我们继续讲讲Google Chromecast OK 我们已经讲过两次了 那是比较 怎么说 啊 normal 的情况 就是说 它需要的是什么呢 比如我们有一个 monitor 或者这个 monitor 你是多出来的 那个 monitor 后面有什么呢 那上次我们那个 monitor 是比较理想的 因为它第一 有HMDI High Definition OK 那个接头 HDMI 就好像这个 这个 是吧 而且它的 monitor 上一次 是有built-in speaker 那就简单了 为什么简单 因为你的 monitor 周屋 托到哪里就是 monitor 接了电 就可以了 然后呢 这个 HDMI 就接 Chromecast 这个东西 是吧 这个东西 这头呢 就是 HDMI 另外一头呢 又是接电 就可以了 整副浮尺 你到处搬都可以了 你喜欢搬到随房 就可以了 你喜欢搬到睡房 就可以了 搬到你的 family room 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在手机 控制 monitor 去看上面的 YouTube 或者其他视频的东西 那你是不是很爽呢 但是 但是什么呢 未必 人人都有个 monitor 具备了 HDMI 又有built-in speaker 那么 零零四次去买个新的 monitor 又好像很无谓 是不是 如果你家里有个多余了的 monitor 是比较旧的了 它没有这个HDMI 但是一定就有VGA的 因为几十年来 那个 monitor 一直都有VGA 这个connector 就是在HDMI之前 有VGA的adapter 那VGA的adapter呢 就有什么用呢 它只是接接 monitor 它接不到声音的 好了 那于是 你就可以买些配件 去洗到它 如果不是 你只看得到画像 没有声音 那你去哪里拉一条很长的线 啊 从这个 你的 computer 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一直拉到这个 monitor 那就很烦 不行的 那于是怎样呢 我们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adapter OK 这个adapter是什么呢 它有三个调节线 第一条接线呢 就是这里是HDMI 对不对 那这里HDMI 就接回这个Chromecast 这个 那就可以了 接回这里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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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佔了HDMI 那于是呢 它就扩展为 几样东西 OK 这里有三样东西 那第一个呢 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VGA VGA 插进去 monitor 那里 因为假设你的 monitor 只有VGA 好了 那然后这里呢 有个接喇叭的 那如果你的 monitor 没有表现的 连耳机的喇叭插头都没有 那你就找个DDSpeaker 插进去 啊 或者找条线 你需要有条线 因为Speaker 很多时候呢 它出来的这个呢 又是Mail 那Mail to Mail 就不行 那你要找个线 或者找个接头呢 我刚刚手头上没有 就是 妇妇对妇妇的 那于是 将这两头 放上来 那于是便可以扣到Speaker 是吧 一啪的又好 一个又好 随便 那于是 就解决了 视频 和声音 出声问题 是吧 那你就可以利用一个很旧的 monitor 只要有这条线 OK 那然后这里呢 有个USB的 因为它很供电 那USB容易啦 你找个充电的adapter 手机充电adapter 铺上去 也是接电的嘛 那所以变了可能呢 你接电那里呢 就要找个Power Bar 因为那里可能有两三个接头 一个是Monitor Monitor 在这里出 我拔了它 在这里出 另外第二个就是Casa 第三个就是Share 这个设计 然后又要个Speaker 可能呢 你就要个Power Bar 但是是可以解决的 那这个东西多少钱呢 二十元楼下 OK 它叫做什么呢 就叫做HDMI-to-VGA-adapter 你在市面上或者买零件 可能是买到 它的名字就叫做 重复一次 HDMI-to-VGA-adapter 这样就完成了 是吧 OK 好 如果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假如你有HDMI 其实HDMI的讯号 是包括了Video 影像和Audio 一起来 但是你的Monitor 可以拍到HDMI的影像 但是不能出声 是吧 那就是这种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假设这个Monitor 这里 OK 也有个耳机的插头 那你也可以试一下 用这些声器 多数都可以 因为左矿对 就对了 OK 那你就可以用这里 来插 那个声器 那又省回 一个adapter 仔 那总之很多办法 可以解决的 是吧 那你设置了这些东西的时候 那就很方便了 拿着手机 拿着这些东西 那你在州屋 在哪里 你在车房做事 一路做事一路看也好 在锤房煮菜也好 在锤房煮菜也好 在锤房淋睡前 暗睡也好 是吧 所以变成硬件 这个系列 我今天就将这个Chromecast 讲完它 之后我们继续分享一些 硬件方面 譬如附件 配件 组件 部件 配合你的computing 好不好 Thank you 好